在成都待了四五天 他虽然说第一天我们出去喝酒 然后他陪我回了我住的酒店 第二天地下恋就回酒店了 是因为你喝多了 那我把你送回去的 然后送回去我就让我留下了 我就让你别走 是那种感觉吗 是我躺在床上 然后那种很模糊糊糊 然后就说你好好休息 我准备走了 然后你 那我一要走 你就跑过来 就是抱着你别走 真的假的 但你没有跑 但就是那种 我把你送到床上 然后你就一直摸着我 就说别走 他把我带到酒店了 然后我闹到什么 都没跟他做 我什么都不愿意 但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敢 顶多就是亲了一下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跟我 我当时又加上我喝醉了 我就我 结果加上我喝醉了 我就属于那种 我就要跟你 霸王一上钩的那种 就是你上来亲我的时候 我都没有推你 你是想继续 当时我把他衣服都快要扒光了 他这样子 你也是个裤子不然把 你这样 我不想这么快 我 我说你认真的吗 我现在这样了 我认真的 我真的不想这么快 你轻了轻 是不是轻了轻 然后你又把我推开 好睡 然后过后又过去 对 那我就跟你说 我觉得太快了 对 像电影 那我就跟你说可快 我觉得我这样太快了 我不喜欢 然后后面 我就是自己睡自己的 然后我就在床上 跟他扯了半天 我觉得 我就觉得太快了 不太好吧 我用 就结束也没多长时间 然后就一直推开 他他一直过来 一直推一直过来 然后后面他就 听完我说的话之后 就真的理解 然后就安心地睡觉 如果我今天跟你怎么样了 他说他怕我 今天这样之后 以后就不会 再对我这样子 他当时就这么说 然后 我就 我当时 我就同意了 我也没有强迫 然后就是 咱们四五天 在酒店里面 几乎就是 那几天真的 没有干什么 顶多就是 七十五天 七十五天 一年 就像我一样 在酒店里面 就像我一样 一年 一年